HELLO 又來到了陳詩惠破斷里程喔 今天拍這個片是有目的的 今天要來幫丹娜店長診斷 到底他的台積電可不可以再續爆 早上我們在寫腳本的時候 我們一看啊 台積電是這個綠的476 後來我們一直寫完腳本 一直在工作工作 工作到結束了之後 我剛好在想到今天晚上有一些課要上 寫一寫我們就去看一下台積電股價 然後丹娜店長就跟我說 啊是綠的啦是470 我早上看的時候是470幾 我說真的嗎 我本來想說要下判斷了 於是就把那個打開 我說丹娜491呢 丹娜店長就說 啊我站點了好高興喔 所以呢 今天呢我們做這一集 就是來幫丹娜店長診斷看看說 到底491的台積電可不可以續爆啊 丹娜請問一下你那個台積電是多少錢買的 488塊 488 哇那今天491你覺得你想爆還是想要不爆 還是想要做什麼呢 嗯我們一起來研究一下吧 好為了丹娜店長我們要做這一集一起來研究 台積電491到底可不可以續爆喔 那我們現在呢這個股價今天呢 491丹娜突然 他就一個興奮了 從賠錢到賺錢 今天是幾月幾號丹娜今天幾號 11月22 11月22號選舉是幾號呢 26 26還選舉還沒到對不對 對 所以丹娜店長在11月22號這天 他的台積電就賺錢了 但是他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續爆 第一點第一點利多就是至少有選舉行情 他已經賺錢了 第二點呢 最近你有沒有發覺到很多股民呢 一直在早上我看一個新聞說 台積電的股東人數變少了 你覺得股東人數會變少 為什麼像你這樣的人是不是賺錢了 跑掉了 跑掉了 賺錢就跑掉了 對那大家都因為我早上看新聞有人說 台積電不是在漲嗎 為什麼股東人數變少 大家講喔這是好消息喔 很多散戶們呢可能一賺錢就跑了 然後進來買是大戶 大戶一次是買百張千張或幾十張的喔 所以呢這個戶數減少代表呢 可是台積電股價還在漲代表什麼 就是代表欸你看 台積電最近股價從370幾到今天是491喔 一直漲那股東人數一直少 代表大戶一直進來喔 所以這實在是好事情 但是今天最重要呢 今天我們結局呢 要來問一問丹啦 聽完我的解說之後呢 他覺得他的台積電股票是要 續爆還是賣掉喔 丹啦電腦你等一下要告訴我答案喔 好沒問題 沒問題喔 所以今天這集是為你做的 剛才看到你賺錢我好開心喔 一定要為你做一集這樣 好 但是在看這個台積電股價 可不可以持續續爆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來看看這個總體經濟喔 其實這個總體經濟來看呢 怎麼講呢 這個美元指數 大家來看美元指數這一張 大家看到沒 行銀流水啊一直往上升 最近一個大的黑K棒 大家看到了嗎 這個黑K棒代表什麼 降溫了 美國的通膨降溫 大家可以知道 美國10月份的CPI指數是 7.7喔 從9.1 8.5 8.3 8.2到現在的7.7喔 那CPI7.7呢 真的 我們在想說這個7.7 是不是暫時的台花一線而已呢 結果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美元指數從這麼高點的 114喔 啪 疊下來一個大黑K到107 代表呢 這個10月的CPI7.7是真的 所以我們必須持續的觀察 看這個 美元指數可不可以持續的到100喔 那美元指數的下降代表是什麼呢 代表著大家開始把美金呢 賣掉呢 賣掉美金呢 然後拿去投資房子股市這些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喔 美元指數如果可以一直下降的話呢 代表大家有把美元指數賣掉拿去投資了 就不是在一直買美金喔 這是好現象喔 第一個好現象是什麼 選舉喔 台灣有選舉這個 通常過去選舉有8到9成的會上漲 第二個好現象是 美元指數下降喔 是兩個喔 當然你要聽好喔 因為等一下你要做判斷決定 那第二點呢 台幣升值喔 台幣升值呢 大家可以記得嗎 代表什麼呢 先前兩個禮拜之前 台幣是1比32喔 1比32.2那邊 現在到這一週今天呢 11月 今天11月22號 對 他開始獲利台積電這一天呢 這個 匯率是1比31.17喔 大家可以看 差1塊台幣耶 大概呢台幣升值的 將近3%喔 這台幣升值的 將近3%很多耶 代表外資 匯錢到台灣 投資股市喔 大家有沒有聽到呢 最近新聞的說 天啊 外資一天 匯了這個 買台股喔 三四百億 兩三百億 一直買啊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這是好消息喔 在石毀的這本書裡面呢 也有講到這個 我要進入股市的第一個 第一個要看就是 台幣有沒有升值 如果台幣升值的話呢 代表什麼 大筆大筆的錢會來台灣 要買台股 這是第二個好消息 第三個好消息是 原油 那個石油降了喔 大家有看到石油前陣子 這個俄烏戰爭啊 那石油就缺石油嘛 那個俄羅斯不把石油 出到這個歐洲跟天然氣 導致大家擔心喔 這個德國會 歐洲會有個冷冬啊 所以他們現在減少製造業的 這個製造喔 所以導致這個 最近那個歐盟的GDP呢 就一直在下降喔 下降就是說 他們生產的那個 生產毛爾都一直在降低喔 減少使用石油呢 跟天然氣 那從這邊可以看到 通膨升息呢 導致石油下降 是一件好事 代表通膨真的有降溫耶 所以如果以這樣來看 是中期經濟來看 好像有那麼一點點 秀出來這個經濟的 要開始開始降溫 通膨降溫要開始起來 可是還有一個很重要 是還是要看美國的聯準混鮑額齁 如果鮑額可以不要升息的 那麼那麼兇 如果鮑額可以叫緩升息 比如說今年他已經升息了16碼 那本來大家想說 如果通膨還是很嚴重 他有可能升息到25碼 25碼的話 就是大概是6%的這個25碼 乘0.25碼 那可能呢 就有6%的這個升息喔 那個利息喔 所以還有另外一點 我們可能要看一下 公債殖利率有沒有倒掛 最近還是倒掛的齁 這個10年的公債 現在其實降到3.7是好事 但是兩年的短期公債呢 還是有4.2這麼多 其實本來1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是從4.4到3.7是好事 那兩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是從4.8到4.2也是好事 只是說他們如果可以 這個殖利率不要倒掛 那我覺得這個整體的總體經濟 會更健康齁 那看完了總體經濟之後呢 我們一定要看說 基本面好不好 這個幾點告訴大家 就是說如果大家 也不是只是挑台積電 有很多很好的股票 大家知道嗎 台灣喔 平均殖利率喔 是4.5% 代表什麼 台灣好公司很多 台灣的會賺錢的公司很多 所以台灣的配股配息 就算兆的喔 那通常呢 也像台積電這樣的公司 我們最重要是去看本益比 到底現在台積電股價 是算貴還是便宜呢 因為你單從EPS值上 看不出來喔 現在可不可以買它 因為你根本還是去判斷它的股價 如果要去判斷股價的話 我們一定要去看本益比 因為本益比是最容易快速判斷 現在股價是太貴或是太便宜的 所以呢 那本益比到底是什麼呢 我來告訴大家 今天私惠開的是便當店 餐飲店 丹拿店長開的是這個珍珠奶茶店喔 那我的股價現在是100塊 但是呢 我每股的盈餘EPS是 就5塊錢而已 所以本益比呢 就是100除以5就等20倍 代表私惠的公司呢 要20年才能回本喔 好我們再來看丹拿的珍奶店 他的股價也是100塊 可是他一年呢 可以獲利10塊 是我的兩倍 所以100除以10呢 就等於是什麼 10齁 那本益比10代表什麼 10年這個丹拿的珍奶店 就可以回本了 這樣大家有清楚嗎 所以本益比是越低越好喔 那本益比要低呢 一定有兩個條件 要嘛就是股價很便宜 要嘛就是獲利很高 這樣大家同了齁 好 那我呢現在就來看喔 私惠現在把2019年呢 到2021年 這三年的期間 他的EPS值呢 跟他的股價列出來 然後呢 要算出來他的本益比是多少 所以呢 私惠告訴大家 要算出本益比是多少 怎麼算呢 可是你不能拿現在這個時刻 這個moment來看說 這個台積電的本益比是多少 這不準喔 一定要拿他過去的歷史時間 那最好是拿五年五年 那今天只有拿三年齁 那我們先來看這三年來看的話 可以看出說 算算台積電的本益比是多少 那大家可以跟私惠一樣齁 就把股價跟一年的EPS值拿出來 那我拿了2019到2021 然後我們來算今天台積電股價491 他的本益比是多少 通常請大家一定要拿一個 Excel表出來喔 就像我這樣放 比如說2018年請大家用那個 除全息錢的股價齁 再重複一次 那台積電大家有說啦 台積電每一季都配股配息 2750塊對不對 因為我也這樣收了一年 就是他現在每一季都配2750 那很多朋友就問我說啦 投資朋友就說 那思惠啊 那這個是Q1Q2Q3Q4 到底是拿哪一個時候的股價來算 那其實我的習慣是拿Q4的 對那拿Q4的那個股價來算一整年了 其實你只要不管你拿Q1Q2 就是拿同一期 比如說你2018如果是拿Q4就2021 一直到2021都拿Q4 如果你剛才是拿Q2那你就是用Q2 就只要你那一個時期的股價 是拿同樣的基準就可以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2018呢 如果你從268厚 然後除以他的EPS13 13.54的話 他本益比就是20 這就是為什麼 大家很多投資人人啊 都在說說外资都是說 欸用台積電的標準本益比20 因為他過去20是算他的低價位 比比較低的本益比大家可以看到 這這四年來這20是最低的 所以最近那個外資報告就說 他覺得台積電的股價大概在720 720的話就大概是在這個 乘以本益比20就是 以他的獲利 比如說今年台積電是37塊錢 乘以20的話大概就是720到740之間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2019呢 股價呢跟這個 獲利他的本益比就越來越高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一直在做限期支撐 那昨天台積電有一個很大的消息 我覺得是很好的消息 就是說 特斯拉把訂單下給台積電 所以未來台積電在車用電子方面 以7奈米跟5奈米呢 他還可以拿到Tesla的訂單是非常大的 這是 台積電最近在推升股價 大家以前都覺得他的 製程可能是放在先進製程 3奈米 2奈米 這個是放在手機裡面 台積電現在也一統天下 會把這個車用電子這個也都 的量都加進來了 然後有了特斯拉的加持呢 最近這個台積電是不是 是股價越來越好 如果呢 以這個台積電 這個單納你看的這個Excel表 為你講解這麼多 你告訴我們 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你現在是 488買的 然後今天收盤491 你賺錢了 你覺得 你想接下來想怎麼做 繼續等他再高一點 你想要再繼續等他再高一點 對 好 那我們那個 你想要再繼續再等他再高一點 就是你要續報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今天是 11月22號 我們在過完 這個選舉完之後 我們可以來看看喔 這個 續報台積電的 丹娜呢 他會有 什麼樣的 感受跟 希望我可以恭喜他 獲利 好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這樣子喔 丹娜說他要續報 請問一下這個 在聽這個影片的你們 台積電491你們會續報嗎 會續報的請在下面寫 續報續報加1喔 OK 拜拜 拜拜